台东县政府推动一战式产业辅导计划 迈入第三年以贷款及专业人士辅导在地商家 推出极具创意又兼顾美味的产品 打造出台东的特色优质品牌 12号中午特别以餐会方式呈现推动成果 县府未来会持续和业者共同努力 来创造经济产业双赢 一道道以台东各地小吃融入的菜色 不但几乎创意又兼具美味 令人食指大动 出发点就找了很多的前辈 学问了很多的农政单位 不然我们就选择说 用有颜色黑色的米 来找到一个市场的一个差异化 台东县总统企业是有去办的一些的 企业协会有办的一些的活动 那时候刚好一战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窗口 战式窗口正好有这样的服务出来 那时候我记得是找了全台湾许多政府 中央的地方 各各方的所有的资源的计划 专案的承办人员来到台东 来到台东告诉我们这些业者 或是这些农友 或是说这些想要创业的年纪人 告诉他们说 我们有这些这些这些 这些所有的计划专案 你都可以去申请 台东县政府为了辅导地方产业升级 推动一战式产业辅导计划 提供创业所需的资金及专业人士辅导 为台东商家激荡出更多火花 12号特别以参会方式呈现成果 台东有很好的环境 也有很认真的勤快的小农民 但是我们怎么样帮助他 让他的产品被看见 你知道现在的交费市场 交费的其实还蛮挑剔的 所以这个一战式产业辅导 其实就是着眼战 怎么样让我们的产品 不管在品质 在包装 在行销的通路 在故事性 在利用网路的科技等等 想办法 想尽办法让台东的产品 可以让更多的消费者起开 所以我们的一战式产业辅导 不仅是透过老师们来帮助大家 我们其实整个是一个配套 我们把产品辅导出来之后 我们会去引戒通路商 像南湖这样的伙伴 然后我们会带着 我们的业者们出去参展 财经处强调将持续推动产业 将持续推动产业跨领域合作 加强外部资源与在地产业间的联系 上造经济产业双赢 记者潘俊伟 台东市报道 也许有报道 谢谢大家